Hello,大家好,这里是Zine的开包 今天给大家,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 如果你只有初中学历 遇到工作中需要使用微积分的地方 如何开始学习微积分 先来讲讲,我为什么学习微积分 因为我之前自学电路 然后学到电笼电杆那一块 遇到了微积分 然后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下去 我想学到一半就不能这么快就放弃吧 然后我就开始寻找相关的微积分的教程 排名第一的是在B站上 宋浩老师讲的微积分 播放量有好几百万,好评炉潮 但是我看了之后一脸梦圈 上来就是什么极限啊,无穷大,无穷小 论给一个字咯,什么乱七八糟的 完全听不懂 那么的话就只能换一个了 后来换了一个同系大学的微积分教程 那个什么梁老师的视频教程 他讲的更深,完全是宋浩老师的升级版 更加难学了,各种证明啊,这,那的 后来又看了浙江大学晃爷的视频教程 也和上面两个差不多 只有初中文化的根本听不懂的 虽然我是职高毕业 但是在职高上学基本上就是睡觉 根本没有认真学过一节课 真实实力啊,只有初中毕业 我发现大学老师讲的这些微积分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开头先是讲极限 真正讲到微积分的时候 是很后面很后面了 老半天都不知道微积分是什么 说是讲微积分 连什么是微积分是什么 开头都不讲 我认为极限这部分 在微积分里面是算难的了 开头就这么难 肯定影响后面学习的兴趣 直到有一天 我找到了善维章老师讲的那个微积分 我才算真正的入了门 那个是一个台湾的老师 是别人从YouTube上搬运过来的 标题好像就叫做 初中生都能看懂的微积分 看了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的通俗易懂 他总共出了四部微积分的教程 一个是商管用微积分 还有三个是 还有三个是积分十级 一二三 其中我认为讲的最好的就是那个商管用微积分 就是平时大学上课时候给学生讲课时录的那个视频 讲的非常的深入前出 开头也不是讲什么直线 直线要到很后面才出现 另外就是遇到稍微难一点的初中高中里面的知识 他都会稍带着讲一遍 这样的话对我们这种学渣来说体验是非常好的 一般的大学里面的老师都不会重复高中里面的内容 建议大家首先看商管用微积分 这个我认为他是讲的最好的 然后积分十级一就不用看了 和商管用微积分大部分都是重复的 看完商管用微积分就看 积分十级二和三就可以了 这个全部看下来 我认为积分十级二里面后面三分之一部分是比较难的 我反正听不懂 好像讲的是求3D图形的面积啊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其他的基本上都听懂了 当然虽然说老师讲的很好 但是还是有必要 但是还是有必要学一下 与微积分相关联的高中部分的知识 一个就是函数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三角函数 就用到高中里面的这两个知识 学微积分之前先把那个高中里面的函数学一下 不用学的非常好啊 很多难题都会解 只要看一遍高中的视频教程 如果老师讲的内容你都能听明白 那就OK了 就可以学习双管用微积分了 学到积分十级三 你再学高中部分的三角函数 学完之后再学微积分三 因为微积分三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用到三角函数的微积分 另外这个视频教程了它比较基础 许多高深的那种难的微积分的内容都没有 如果你想继续深造的话 学完这个你再看其他大学里面的课程会比较好 对工作来说大部分微积分的内容已经够用了 我觉得像什么微分方程啊 复利液集数还有双重积分之类等等的东西它都没有的 除了这个视频另外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的 网上推荐人数比较多的那个视频教程 叫微积分的本质 我看了几分钟觉得讲的非常好 我也打算有空把这个微积分的本质看完 这个推荐的人很多 而且网上还有一个网友把它翻译成了汉语语音的 这样的话对不会英语的同学非常友好了 好了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哦 那么今天先这样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